那我们把这个后端接口写完成之后 回过出来 我们来去看一眼 这个后端写完了 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下测试了 但是在测试之前呢 我们需要跟大家去说明一点问题 说明点什么问题呢 你看一下 在我所写的这样的一个视图函数当中 是不是多次出现了try except try except 对吧 有没有同学说呢 能不能一上来加上一个大的try 把所有的代码全放到这里面 最终再一个except来不过呢 你虽然放到这个地方 能够保证你的代码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 都不会崩溃吧 但是我们说了 这里面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在于哪 一个大的 就相当于在最外边 在这地方来一个大的try 大一个try之后 我最终底下再except的时候 你能判断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吗 不能吧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们需要给它细化 然后呢 第二点原因在于哪呢 第二点原因 在于就是说 如果我在最外层套了一个try 然后把所有代码都包含当中 最终在except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被try except 这个语句所包含的代码 是不是特别多呀 然后我们说了 try except 这个东西 能够帮助我们补货 能够帮助我们补货 它实际上隐藏的 有一个细节 有个什么细节呢 你只要把语句的代码 放到try except 当中 那在当中包含的这句话 再去执行的时候呢 会有额外的开销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 python解析器 在解析这句话的时候呢 它会再多一些个资源的东西 会去跟踪你这块代码 出现的问题 然后呢 如果你代码应该出现问题 它才能够知道 是不是出现了哪个问题 紧接下来才能 这个except 不过的时候 才能不过上 所以凡是加了try except的话 中间包含着这句话 代码 它的执行速度 要比不放到try except当中 要慢一点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所以我就意味着说 我们放到try except当中的 那个代码量越少越好 也就意味着说 什么时候放呢 你就很肯定地意味着说 这个地方很可能会出现异常 所以我就加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 永远都不会出现问题的话 就可以不用加 比如说哪儿啊 你看我生成短信验证码的时候 这里面加了吗 我能知道在这里面生成整数的时候 是不是不会出现问题啊 所以我就不加了 就在这个地方 你确定哪个地方有可能出现问题 就紧紧把出现问题的那句话包住 如果出现不了问题的话 那其他的尽量就别把它包在try下边中了 这是你的执行效率的问题了 好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问题 这点问题说明完了之后呢 咱们就来去测试一下 这样的后端的逻辑 那测试这个部分的逻辑的话 咱们还是直接去拿这个Postman来进行测试 好 我们现在来去写一下 首先咱们写的这个接口的方式呢 是以get的方式行问吧 然后呢 对应的路径应该是API 对应的是斜线V1.0 里面的SMSCose吧 咱们写的是 应该是补数吧 是补数的形式 Cose 然后呢 后面是不是要跟上 对应的手机号的呀 对应上手机号 手机号呢 咱们比如说 随便来先写一个18 写一个不存在的 186 12345678 咱们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再往后面是不是要跟上问号拼参数啊 对吧 那这个参数的时候呢 你一方面可以自己在这边 直接往后面去写 也可以选谁呢 看后面这边有Param Param是参数的意思 我可以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 我在这边写的值呢 它会自动的帮助我给拼接上面去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要拼接的有一个图片验证码的编号 还有图片验证码吧 也就是说意味着有一个emage code 还有id吧 你看一下 是不是它帮我拼上了 还有另外一个参数呢 emage code 有这两个值 那这两个值哪来呢 咱们先回过来 我们让程序运行一下 重新创设意义一面 Person manager run server 好 回过来 回过来之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来进行相对应的 咱们首先先来去哪呢 咱们把这个点开 点开之后呢 比如说我先不传任何参数的时候呢 咱们来去测试一下 四能下 四能下之后 这里面4103 咱们把这个哪个东西呢 点一下这个preview 因为后端是这里面看一下 相对应的是参数不完整吧 没有这个值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勾上 把它勾上这个值之后呢 底下刚才这个地方呢 是三种显示方式 绕是最原始的 preview呢 是如果它是一个HBM标签 它能够把它按照HBM的样式展示 而前面这个pretty呢 它不是按照HBM的样式展示 而是说 把它的返回值展示的友好一点 pretty是不是代表是 可爱的意思啊 pretty lady吗 听过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在这个代码当中的时候呢 有些别的地方 你也能够见到pretty 只要见到pretty的话 它就相当于会把你的结果呢 会给你展示的 让你看起来更舒服一点 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咱们现在来去 去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一下页面之后 这里面呢 拿到了一个对应的值 那我们现在把它拿过来 这应该是kssh吧 咱们现在来去写一下 咱们现在这case case 行 case行当中 这是我刚才生成的东西吧 原先因为都没有 我即使用过flashout都清空了 所以这时候刚刚生成一个图片验证码 然后呢 咱们把它拿过来 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get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ksssh 然后呢 这对应的是图片验证码的编号 我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之后呢 咱们给它图片验证码编号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我先给你传一个错误信息 abcd 给你传 传完了之后 咱们来去send一下 send一下之后 这里面代表图片验证码错误吧 错误之后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在这里面进行操作的时候 如果此时我给你传入一个正确的呢 kssh 好 把它拿过来 把它拿过来之后放到这 然后呢 咱们去send一下 send一下之后 这时候我们来去等一下 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是发送短线了吧 然后呢 它告诉我是发送失败吧 发送失败是在哪呢 是我们所写的最后的这句话是不是出现发送失败啊 原因就在于 刚才我测试的一个号码呢 它实际上是还没有放到那个正常的那个 呃 测试 就是在云平台当中云通信里面呢 我没有把186的这个111放到这 我就先测试了一个不存在的手机号 就说这个手机号会发送失败的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我有一个测试号 咱们这时候呢 再来去send一下 再来算的价是不是代表是发送成功的呀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呢 我们做出来 好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 但是在这点当中还有一点细节问题 哪一节细节问题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 有意味道 李然 往河 哇 uk הא 母 Elsa